歡迎來到海綿哥的頻道 我是海綿哥 今天要介紹 巨型水族館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在小的時候 一定都有養過鬥魚啊 或是養養孔雀魚之類的 但是我們Steam上很少這種養魚的遊戲 這款遊戲算是養魚裡面比較優的 那就算我來介紹給大家看看 這款值不值得買囉 進入遊戲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選項 劇情 瘋狂淡水族 跟沙盒 劇情就是本體會有的 那裡面都會是一些海水魚 瘋狂淡水族就是淡水魚囉 那這次要DLC才會有 他的遊戲方式是一關一關來呈現的 那一開始是新手教學 接下來才會漸漸有劇情 但是其實這遊戲的劇情 其實有跟沒有也差不多 就是幫私人收藏家蓋個水族館之類的東西 其實沒什麼感覺 那我們主要還是在建造水族館 那每過一關呢 他其實就會加一些魚啊 然後解鎖一些等級 也會越來越多加熱器材啊 過濾器材啊 一些殺菌的器材 讓你水質更好 你要先學會這些才有辦法蓋出 像海參館那種厲害的水族館 一開始我們只能蓋一些很小加質器的水族館 然後你看那個水族箱 它有限制 你沒有辦法蓋很大 可能一個水族箱只能放個三四隻魚 就滿了 然後水草你可能也是放個一兩株 那個水族箱就滿了 我一開始覺得 靠這水族館怎麼這麼鳥 只能放幾隻魚而已 我在家裡羊也不只這樣子好不好 但是呢我們學會這遊戲的內容以前 我們可能要忍耐 只能先養這些小加質器的水族箱 其實這種水族箱根本沒什麼想看 開水族館我們需要一些加溫棒 過濾器 紫外線燈 還是一些照明燈光 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 現實中海水魚其實就真的是很難養 要一堆拉力拉扎的那些器材啊 然後也非常貴 我們普通玩家呢 還是玩完遊戲 開個海生館來爽一下就好了 員工呢也有一些技能等級 跟他一些身體素質 那素質好的人可能就走路比較快啊 比較快能幫我們餵魚啊 然後有一些魚又是特別難養的 又需要餵食技巧特別好的員工 還有一些補助的東西 比如說運動鞋啊 扫帚啊工具箱 那個我們都要再買給員工來用 我們能養的有鯊魚章魚 海馬 河豚 水母 珊瑚海龜 有分熱帶或是冷水區域的魚 你有DLC的話還會有淡水的魚種喔 不過這些你一開始都看不到 請努力提升你的等級 不過我看評論拉 這個遊戲如果你一關一關慢慢玩 你要玩到最後全部解鎖 聽說要二三十個小時欸 我的天 太久了我受不了 我直接開沙盒模式來玩 直接一開始全部解鎖一半 欸不是 居然還有一半要升級解鎖才有 還好我先開了沙盒了 DLC了 除了淡水魚的內容呢 還有一些可以基因變化的魚 像孔雀魚 它可以一直進化一直進化 然後變得很漂亮 這個遊戲的精華大概有一半都在 Steam工作房了 不過 需要DLC才會有很多內容可以用 我自己有載了六角恐龍 我覺得超可愛的 像是微笑這樣子看著你 然後在那邊游來游去 那它也是可以有基因變化的喔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我水族相色太小了 都沒有生小六角恐龍 反而我養的孔雀一直生 不過也一直被吃 建議還是用大一點的水族相 來養這些會基因變化 還有一直生的魚類 這樣子比較有機會看到 他們一直在進化 不過這些下載來的魚種啊 你也不是下載就可以直接用喔 一樣也要解鎖 也要研究點數 或是生態點數 我自己開了沙盒模式 玩了兩三個小時 就是開了一個大型的海底隧道 可是還有很多的大水族箱我還沒有用到 我本來是想養鯊魚的 可是它要的箱子也太大 我還有慢慢蓋 因為蓋這種超大型的水族箱 我們需要一堆過濾設備 還有一堆工作人員 真的很辛苦 不知道我們屏東的海生館 是不是也這樣子 感覺很難經營耶 我還沒有辦法玩到超大海生館的內容 所以我讓大家看看別人的圖片 因為我做不出來啦 這個遊戲呢 我還是推薦給對水族有一點興趣的人 買來玩 或是你想要看魚油來油去放鬆的話 那整個遊戲也可以 它本身的內容 我不會覺得說特別好玩 但是也不是特別差 就還可以啦 然後它的缺點呢 就是有的地方可能會穿模 魚直接從石頭這樣穿過去 這個遊戲我覺得大概值得70分 它在PS4跟Switch也有這個遊戲 不過我好像沒有看到什麼人在討論 真的想玩這個遊戲 還是會建議你買Steam版的 如果是想玩金銀 有挑戰性的 那這款我覺得沒什麼挑戰性 也沒什麼劇情 我是覺得 要玩金銀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無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海綿哥 謝謝觀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或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